有一款蜜,能吃出两种口感 酥脆轩,那就非它莫属了 表皮微酥,那里咬成一口,绵软香甜 关键是做法超级的简单 家人们听一下这声音 表皮酥酥脆脆的 里面掰开绵软香甜 特别适合咱们家庭做法 大排中倒入一斤的普通中筋面粉 加入3克的浆膜 2克的无氯泡打粉 放入温水350克,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这样的大面絮状 下手揉葱团 刚开始揉这面团的时候 面团比较粘手 因为水放的多一些 这样烙出的饼才能够柔软 如果觉得特别粘手 可以盖上盖 饧上五六分钟 再来揉面 揉好的面团 盖上盖子 饧上二十分钟 发面的时间里 来制作油酥 碗中放入两小勺面粉 倒入刚刚离火的热油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调成这种稍微稠一点的油酥 备用 再来调一个糖馅 准备半满的白糖 加入一勺的熟芝麻 一点点酒 再加入一勺的面粉 搅拌均匀 糖馅的部分就制作完成了 放在一边备用 二十分钟以后 看这个面团已经醒发起来了 不需要完全醒发起来 基本是半醒发的状态 取出醒发好的面团 整理一下 直接擀薄 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擀成这样稍微薄一点的长方形大片状 这样就可以了 面片的表面粘上油酥 用刮板把油酥弹平抹匀 油酥抹匀以后 从顶端我们给它卷制起来 一边卷一边撑拉一下 让它从刺更好 卷一下拉一下 最后把底边压得薄一些 卷过来 卷成这样的长桶中 切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 拿过一个面剂子 寄口朝下 直接压扁 压成边缘薄中间略厚的面皮 放上两小勺白糖虾 压一压 像包包的一样给它包起来 封口处捏压收紧 防止露糖 鸡口朝下 整理一下 先不要擀开 放在一边 饧上五分钟 取过包好的面剂子 表面放一些白芝麻 压便 直接擀开 擀成圆形薄一点的饼皮 擀制的时候要轻压 防止把糖擀出来 厚度大约在0.5厘米左右 这样就可以了 点饼铛提前预热刷油 油热以后放入饼皮 饼皮的表面也令人少许的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盖上盖子烙 加快成熟 烙至饼铛的周围冒起热气 这时候打开盖子 给饼翻面 盖上盖子继续烙 烙至另一边变色 再次翻面 漂亮 翻面以后再烙个30秒钟 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五六分钟的时间 烙至饼饼的两面金黄 按压边缘 快速回弹 看一下边缘处 这个酥皮已经起来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一斤的面粉 我烙了八丈饼 加上看一下 这个颜值 是不是看馋了 掰开里面 咱们看一下 里面特别的鲜软 一点不油腻 咬成一口 绵软香甜 味道美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